政治BB班又是時候出動了 就是因為財爺剛剛宣布了 未來一年的財政預算案 而香港有很多人都不滿意這份預算案 今天我們飲產時 剛剛看到都市行程有一個民調 有99%的市民不滿這次財政預算案 大部份人都在報章看到某一些措施 也看到政府盤大數 但我不太肯定有多少人是真正識體 所以這次也特意錄一集政治BB班 簡單地講解一下 你要了解財政預算案 首先要了解一些數字的概念 一般來說 不好意思 寫了一些殘體字 政府的收入和支出 總數大數是以千億計算的 如果支出或收入 某一部份是用來做一些措施過百億 你也一定要看這個算是大數 因為收入可能只有幾千億 那他花了什麼錢 如果一下過八億 你一定要金正方向看 另外十億 十億也不少 所以過十億的數 大家都要盯著 如果幾億那些 都要睇眼看 數字真的比零 大家不要管 總之以億計算 你當幾千幾百幾十億 然後十個億 英文就叫做一個 billion 這個你自己慢慢記吧 好 看政府的數 政府的收入是多少 支出是多少 如果收入大於支出 即是有錢剩 那就叫盈餘 支出大於收入 即是沒有錢剩 還要欠錢 這個叫赤字 我們看看前一兩年的數據 譬如 好 這樣很簡單 這個表 2011至2012年度 每個財政年度 都是由4月1日到3月31日 政府就會 就像今年這樣 財爺就會出來 就說 我們估計 下年會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這個數 其實是2011年估計的 好了 估計怎樣呢 政府的收入 3750支出 3711 收入多支出 所以政府估計 當年會有39億的盈餘 39億不是很多 以千為單位 千億 千億 媳婦 39億 即是叫做收支平衡 但是 好了 去到2012年頭 財爺又會出來 估計下一年 他就會修正上一年 修正就差不多是實數 因為可能差幾十日未過 好了 修正出來 原來收入這麼高 支出都差不多 差一百億 那這個收入 為什麼會差這麼遠呢 其實 這個 還有估計 差了五百億 對 差了五百億 當中有三百億 應該是新鳳稅 和理得稅 計少了 有二百億 就是賣地收入 所以 當年 政府實際是有六百六十七億的盈餘 有些派堂的措施 好 看多一年的數 2012至2013 預算的時候 就說收入是3903 支出是3937 所以就有個三十四億的赤字 大家看到了 政府也有一個trend 其實政府是喜歡做到數據收支平衡 但怪異的地方出現了 為什麼你這年的收入是4331 你這年又不是經濟衰退 又不是不賣地 那為什麼這個收入又估少了幾百億 其實那時候 蕭生做節目也有說 已經是做數 有沒有搞錯 這年收4千多 你這個又估回39,000 為什麼真的是39,000 那好啦 實際出來 也都一如我們所料 出來其實收入 明明是有四千多億的 那支出也是高了一點 那所以呢 剛剛這一年 我們過了這一年 其實政府是有六百四十九億的盈餘的 那政府呢 就真的做了一些派堂措施 派堂措施 給一些市民 那我們可以大概看一下派了什麼堂 好 2013派堂措施以億計的 又是寫一些殘體字 不好意思 首先呢 就退猜響 即是未來的那一年 有物業的人 就不用被猜響了 那猜響就是 給一些業主給的 那就是你的物業的租值 的5% 那他今年呢 就未來的一年 免猜響 那這裏呢 是令到政府的收支 是少了116億的內年 那另外的派堂措施就是 新房稅 那就退回 不知多少 總之 令到政府的開支 是減 不是 收入 下年收入減少了 84億 那 新房稅他就說 上限是退1萬元 但不是人人退1萬元 記住 那也是看回你的收入的percentage 但是如果要退1萬元 你的年薪是必須超過30萬的 那人數是不多 超過30萬年薪的人 那另外呢 就是每戶退電費 1800元一戶 那這裏用了政府 45億 那另外呢 就是那些縱緩 傷殘津貼 就會加的 加 忘了多少 總之 Total是27億 另外 公屋免租金 是用了22億 另外 商業登記 免了商業登記費 加上是21億 另外 利得稅 即是Profit Tax 也是減免75% 有個常限的 好像也是1萬元 那裏用了政府10億 那裏用了政府10億 那裏用了這些派堂措施 其實呢 已經Total是用了336億 不是用了的 就是令到下年收少了336億 那 但是 大家如果看清楚 猜響是給一些什麼人呢 是有物業的人 大地主 有很多物業 就是你越多就越退得多 大地產商 可能有些未入物業 未賣出去 那些都是要被猜響的 那又不用給 那今年我們預計 某一間最多物業的公司 會省7千多萬的猜響 去年 因為退猜響 退得多些 那間公司我們確認了 它是省了9千多萬的猜響 一間公司 還有 我可以告訴你 很多香港的大業主 其實是分很多公司 持持物業的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他們省了多少錢 其實很多錢是退了給他們 另外 新縫稅 當然是你有交過新縫稅 就是income tax 你自己有 是壽薪的 那你交過稅 你在稅網裡面 才有機會退回一部分 或者上限一萬元 那這些人已經在交稅 不是貧窮人口 電費 人人都受惠 不過記住 如果是每戶一千八百元 那就是說 如果我是有很多物業的 那我每個物業都會省一千八百元電費 所以其實電費 都是proportionally 是會益回多些有錢人的 那另外 綜援、商產那些津貼 當然是會益回一些弱勢社群 那公屋也是 都是低收入人資 那商業登記 以及利得數很明顯 就是你要有公司 在做生意 或者有公司主催登記 那才會受惠的 那所以大家看看 我沒有空畫個派圖出來 不好意思 但是 如果 真是 低下階層受惠的 其實 只是這個45 27 22 而且這45 其實有錢人都有受惠 真正受惠是這個27 還有22 中環和公屋 那 比起 這300多億 其實窮人是真的拿得50多 加上電費 我當有20億是比窮人 其實一定沒有 我可以告訴你 10億 加上 都是可能只有50多億 是比窮人 VS 這裡這麼多措施 加上已經是300多億 那 所以我覺得這次 中產是挺受惠的 如果有樓的中產 或者是在做生意的中產 是非常受惠的 那 所以 我也不明白 現在出了這個預算案 還有一些 就是 還有一些 所謂中產 不過現在很難 define 中產 大家都明白 覺得很不滿 基層人士更加不滿 其實我們覺得最 令人憤怒 就是猜響 因為 大家這幾年都知道 樓市根本上升了這麼多 有物業的人其實已經曾經上升了值 就是通常就是 樓市大塌的時候 你就免猜響 那就等有樓的人士 是不是好像有些措施幫助他們 這幾年的樓不斷升 就不斷退猜響 根本就是一路鼓勵人買樓 不買樓就吃虧了 退猜響 一百一十六億 沒有你份 那 新縫稅 那都OK 就是給稅的人 就退回 就是certain的percentage 電費那些OK 就是商業登記 你得稅 我又不明白 你可以說幫助中小企 但是也是幫助一些財團 雖然不是多 但是是個概念 其實稅這件事 政府是要當一個角色 是財富再分配 其實人民力量一直都是主張派錢 那你說我們是不是民稅主義 或者什麼 其實我真的不是 其實我本身也是一個 比較偏向自由市場 我是比較擁護這件事 如果真的有perfect competition 其實很多人都受惠 但是沒有 還有政府的budget 都不是說perfect competition 其實政府是要擔當財富再分配的角色 而在這樣 你這樣派錢的情況之下 我是不能夠接受 根本完結了這個taxation之後 貧富 就是貧富懸殊是加劇了 如果在你這樣 亂派錢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覺得 那不如你人人派一萬 不派一萬也派八千 今年營餘如如球 看過了 六百四十九億 其實以現在七八萬香港人來說 其實就算派十八歲以下 都可能夠錢派八九千塊 或者保守一點 五六千塊 那 喂 你任由我們自己 我喜歡去旅行也好 怎樣也好 或者進修也好 或者不夠錢吃飯 吃飯也好 那 就是我們自己決定怎樣花 而且 在這個不公義的財富再吩咐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寧願派錢 就不是說我們日夜夜都叫人派錢 不是這樣的 那 好了 看看今年的預算案 令人更加憤怒 就是接下來 2013至2014年的預算 那 兩年收入都低估 那 今年 好 政府就 令到收入 realistic 一點 4351 但是 它呢 又無緣無故 不知為何 崩大了支出 變了4400 那 你看以前 估的 真的 估的 真的 都未去到四千億 那為什麼今年 無緣無故 變了四千四百億 然後又有-49億的赤字 那也是 這個trend就是政府懶是喜歡做到收支平衡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其實政府有少少每年有少少 deficit 有少少赤字是OK的 那好了 其實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政府今年 喂 比上年多花600億 什麼事 那我們就抽了少少少 就是偽端給大家看 欸 寫錯字 好 不好意思 這個要改回 2014開支 語文基金 無緣無故 自己沒有花金 這個消費 但是政府 這裏都是9 root 但 children 政府本身已經允許15億 坐 而語文基金每年都花5億 不知道為什麼 就要放及50億 另外 切了一個獎課 不是4億8千萬 Fourier 當她是5億 說那是被20個學生出國讀書 然後回來在香港教書 不知道什麼事 然後僱員載培訓局 就無緣無故要給他150億 現時僱員載培訓局 有36億的資產在手 而每年是用7億 每年用7億的機構 不知道為什麼會給他 另外環境方面 就會分斷轉柴油車 用100億 但是他在今年出帳 接下來要用5至10年來換掉 商業潮油車 他就把這筆數 今年100億丟給他 就是環境局 然後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又丟50億給他 這個基金本身有12億在手 每年用1億6千萬 不知道為什麼又要丟50億給他 每年用1億6千萬 最後關內基金 關內基金就丟150億給他 政府現在經常都推傲 不用錢來做長遠的扶貧措施 經常都說我們有關內基金 關內基金 關內基金解不掉 但問題是 其實關內基金去年 是用了10億左右 這150億 不是用來派給窮人的 這150億 其實派基金的意思 就是你放一筆錢 很大的本金 然後每年拿一個利息 而用那個利息去派給人 那即150億 可能未來一年 都是拿十幾億 或者不知一百億至十幾億 其實是派給窮人的 而且大家要記住 申請關內基金 譬如之前說劏房那些 又說房間裡有一雙門 又說不是劏房不給申請 就算你申請到那個 關於劏房的基金 其實都是一次性派幾千元 因為關內基金的錢 派出去的錢 其實是不可以多過縱緩的 如果不是人人去申請這個 那縱緩沒用 那這裏加起來 這裏是55 這裏是200 加起來是200 300 400 500 這裏加起來已經500億了 那我當個柴油車是真的要的 那400億了 那在這裏 這張紙寫的東西 那裏已經泵大了400億的支出 那我問曾俊華這個居心何在呢 就是你這樣泵大支出 令到預算收支平衡 就是收支平衡是不是曾俊華每年要做的高呢 那所以呢 就是如果一條這樣的數是一家上市公司做 就是每年估錯數都不要緊 其實他是特意的 因為他要特意做到收支平衡 就是你們都不要以為曾俊華是傻的 才行的 他要特意做到收支平衡 但是就做到兩年低估收入 而今年呢 就泵大支出 那如果是一家上市公司這樣做的 基本上應該要拉去坐牢 就是這些叫做假數 就是面對一個這麼不公義的財政預算案 又做不到財富再分配 而政府又是守財勞 就是我們是有什麼辦法不出聲呢 我覺得就算財委會真的預算案 我也不知道 但是其實呢 我想說是很多政黨其實都是ok這份東西的 因為譬如民主黨這樣 他看到關內基金150億 好啊支持啊 贊成啊 但是他們不知道其實真的用在窮人身上是10億 就是他們做了N年立法議員 民主黨的 就是那些已經真的做了N年了 但是都看不明白財政預算案 而一些傾向 就是中產的政黨 包括公民黨 其實他們都很支持退差響 那 我不知道 可能他們的選民都是有錢些 有物業 但是退差響是超不公義的 剛才也說過了 就是因為物業已經升了值了 你還要退差響給那些業主 那 根本完全是解釋不到 所以其實這麼多年 是只有人民力量支持派錢 但是 都沒有用 今年我們都打完小癮 政府都未必會派 但是我們當然是付出的最大的努力去爭取 那裁委會 就是預算案要通過裁委會 就是所有立法會議員 其實都要參加 是一個叫做under立法會裁委會的成員 政府要花錢 都要裁委會批 之前應該是政治BB班說過的 但是 我不知道 那些泛民 是不是不敢投反對票 但是我想今年的預算 我其實真的做得好抽 真的要投反對變 還有這個4400億的支出 是真的要問清楚真正華不 大哥 那些什麼基金 那裡百多億 那裡五十億 真的不知道搞什麼 還有今年 其實應該全部家長要上街 因為今年預算的 教育的支出是少了 本身去年應該有五百億 今年應該好像只有四百六十億 就是大家看預算案 真的 聽到一些蕭先生 抑敏 萬必 大舊 的發言 和分析 我們會抽絲莫檢 就是把一些很重要的細節 告訴大家 我們覺得很多 比如報紙 甚至是新聞報道 其實都拿不到這些細節出來 其實這些是最重要的 而且都不是一些 都不是藏在細節裡 根本是大數來的 幾十億幾十億大數來的 八五億進去關愛基金 只是拿一些利息 只是拿十億出來 那你那百多億 為什麼要投入呢 另外 要了解政府盤數 其實一定要了解外匯基金 和財政儲備 除了我們的外匯基金 加財政儲備 加貨幣基礎 是有幾萬億的 不過這個 我想我們下課再講 金堂太長了 我們或者邀請人民力量的主席 劉家雄 下次跟我們一起講